第583集 叶凡来到这个世界后 一直在颠沛流离 与逃亡中度过 为了生存而挣扎 如今终于可以平静面对诸圣帝了 这几日以来 他接受了很多大势力的邀请 不断地敷衍 周玄于诸多修事件 神王出面力挺 他的处境完全不一样了 什么是人情冷暖事态炎凉 唯有经历过才能懂得 同样一个人 只因神王相护 一下子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大黑狗喝得酩顶大醉 嗷嗷一声 在夜夜下一会儿犬肺 一会儿又如恶狼长嚎 惊起了水鸟巫鼠 这是一片宁静的小湖 水草混合着泥土的气息 没有什么家木栽种在旁 更无亭台垫与点缀 有的只是原始的自然 水草 野鸟 唐鱼 很有山野乡村的味道 在神城中 绝对是一个另类的场所 虽无雅景 但却深得一些修饰喜欢 叶帆高歌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不说 一场大醉 李黑水摇晃着 举杯望玉 差点跌落进湖水中 你可真黑啊 大黑狗 醉眼朦胧 歪着头看他 四狗 你说几遍了 欠打吧你 李黑水大怒 周围的人全都大笑 气氛很欢乐与热烈 人们推杯换盏 八九延欢 近几天来 每日都少不了这样的应酬 诸多大势力 皆伸出橄榄枝 打多都让年轻一代 出面来拉拢 今日 大爷圣子向一妃 以及几个仅次于圣地的 大教的子弟相请 叶帆自不会拒绝 拉上李黑水 还有图妃前来 直至深夜 湖畔聚会 财散 打研圣子等人离去 神城的后半夜 依然灯火通明 这是一座 永不寂寞的古城 月花洒落 如薄烟弥漫 我期待你打破组证 不然的话 我作人将你抓来 也无法炼药 就在这时 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 从对面走来 一眉飘动 如灵波折仙 他一身白衣 仙尘不染 发丝无量 皮肤如雪 毛子如黑宝石 唇红齿白 非常俊秀 容貌 让女子都要嫉妒 正是少年 奇才下九幽 他盯着叶帆 我在四级等你上来 神王有言 那是年轻一代 可都与你生死对决 再杀你的话 神王也无话可说 你是毛头小子 还是小丫头骗子 黑黄酒气熏人 口无遮拦 夏九幽 一声冷哼 探出一只雪白的手掌 向大黑狗抓去 要将它拘禁起来 大黑狗 五黑光亮的毛发 全部倒立起来 他感觉到了威胁 张口扑腰 嗡的一声 虚空颤抖 一面神秘的骨碑 呈现而出 粘在夏九幽的纸端 向黑黄镇压而去 当的一声 黑黄张嘴 吐出一口大钟 挡住了道文浮现的骨碑 发出悠悠产音 传出去数十里 惊动了诸多修士 不得不说 夏九幽确实为天纵之子 古来少有 年岁虽然很小 但却也是年轻一代的 绝顶人物 实力强大的让人震撼 黑黄 都被打得倒飞出去 不过他倒也不会受伤 铜筋铁骨 一咕噜就爬了起来 九亿一下子醒了大半 真是个小妖孽啊 纵然是在荒谷前 也没有几个这样的人 叶凡大步上前 平静地看着夏九幽 想与我一站 那好啊 静等数日 我若近四级 第一站就是你 就怕你会让我失望 夏九幽一如过去 少年得知傲气冲天 浑然未将叶凡放在眼中 街道两旁 处理有不少宫穴 诸多修士出现 力身在月色下观望 没有想到 在这个敏感时刻 还有人敢找叶凡的麻烦 黑黄气而不舍 你到底是毛头小子 还是小丫头骗子 执着地纠缠这个问题 满嘴的酒气 夏九幽生怒 你只只恶狗 我剥了你的皮 少主息怒 莫要出手 两个灰衣老人无声地出现 阻住了一代奇才 怕因此而触怒神亡 小椰子 你未来的敌手 可真是一个比一个 强大于变态啊 在回去的路上 土飞感叹 妖光圣子 金翅小鹏王 身体先天倒胎 夏九幽 哪一个不是京士人节 绝对都是东荒未来的王 赶紧养精蓄锐吧 一旦进入四级 你恐怕要大战连天 指不定还会有 什么样的狠人出现呢 李黑水也点头 这样才有成就感嘛 难得一律镇压 女的 抓来做老婆 大黑狗是彻底醉了 一边流口水 一边胡言乱语 此日 轰动性的消息传来 江家圣主席千万金元来到神城 将这桩京士神藏 堆于画龙池周 纵然是白天 也能够看到那里 若以彩于冲销 神忙碧日 无比的绚烂 浓郁的灵气流淌 几乎快化成了液体 在整座神城内弥漫 所有人都震撼 这可是千万金元呢 真的被带来了 这绝对是震动天下的大事 所有人都在议论 现在 神城中只有一个话题 那就是 荒谷圣体能否打破诅咒 冲进四级秘境 每一个人都在谈论 如今 只差神王归来 夜凡便可进入画龙池 冲击修炼生涯的第一难关 接下来的数日 整片东荒大地 诸多大教都在关注 连圣主级人物都不例外 因为这事关重大 万一 夜凡冲冠成功 那么将意味着 大成的荒谷圣体 很有可能在未来 重现天地间了 将打破现有的一切格局 因为 大成的荒谷圣体 几乎可以与大地比肩 这是什么概念呢 在天下无地的时代 一味准大地 也许会出事 震撼人心影响之大 是难以估量的 眼下的夜凡 绝对聚焦了 东荒所有修士的目光 每一个人都在关注 所有人都在等待结果 静等绝待神王归来 主持这一切 风波之大超乎了人们的想象 连中轴都被惊动了 诸子百教 竟有人要来观礼 看圣体能否打破诅咒 开创后荒谷时代的奇迹 突飞惊叹 小叶子 你有压力吗 举世瞩目啊 怎么会没有压力呢 若是这天地变了 纵然是千万金元 多半也不够我挥霍 叶凡认真的沉思 在接下来的几日里 中州真的来了不少人 进入神城内 大城的圣体无敌天下 极可与大地叫板 这次冲冠 引得天下关注 如今 天下人的目光 一起望向东荒神城 举世瞩目 叶凡开始思考 所有可能 准备迎接天大的波澜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神城内的气氛越发紧张 高手出没 强者云集 来自四面八方 不局限于东荒 而在此期间 金翅小鹏王 遥光圣子 姬家神体 姚夕 子府圣女 夏九游 没有一个人离去 他们的目的显而易见 叶凡还未冲关 大战的气息就已经弥满 所有人 都已经看到了未来的部分画面 必有石破天惊的 诸王大战 而这几日间 拉拢叶凡的大势力更多了 有些圣子与圣女亲之 放下过去的不快 改善于他的关系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若是叶凡真的冲关成功 可以预见 大成圣体的辉煌时代 必将来临 五十 叶凡与李黑水几人 被人邀请到唤师府 意外的见到了熟人 金氏小鹏王金发飞舞 桀骜不逊 有一股天生的野性 金色的瞳孔中是无尽的杀意 高大魁梅的身体 充满了压迫感 他死死地盯着叶凡 你若尽四级 我必取你性命 祈祷吧 那一天 你的血将流尽 叶凡脸上挂着笑意 但是话语却很硬 期待于你的第二次大战 上一次 我自负手脚 如今可再无束缚 我要一屋上天鹏波龙树 将你撕碎 金氏小鹏王杀意冲销 整个人拥有一股魔性 鹏兄 我们去喝酒 今朝末论明日是与非 旁边一个人笑着 将金氏小鹏王拉走 正是庞博 他勾肩搭背 与妖族未来的王者 似关系莫逆 叶凡摸了摸下巴 顿时笑了 而后步入了幻石府中